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要进入法剧经故事集第十四品 佛陀品第六个故事 上个档源我们解释了 在这个故事前面的两个法语 主要要让我们知道说 如果在这个世间 我们想要寻求我们认为 在自然界比较比我们有超出的能力 来当作我们的保护的话 那这些不是最究竟的 也就是不是最好的 也不是最安全的保护 因为这些它也不是究竟的 所以我们即使 可能会得到一些的保护的作用 可是它没办法让我们究竟解决我们的痛苦 所以它不是究竟的 那要真正能够让我们 有最安全最安全最究竟的保护的呢 只有归佛法生三宝 因为佛法生三宝 主要的是以佛 是觉悟者 他能够观察到世间的真相 了解我们众生痛苦的现象 是苦 然后呢 也知道这个苦是怎么来的 这样的原因是疾 然后呢 还可以教导我们 怎么样能够解决灭苦 让这个苦消除 所以教导我们要依据八正道 从我们的身口意 都要依照佛所说的正法 来规范我们的身口意三业 然后呢 让我们的心能够保持正念 然后让心能够趋于安定 然后开发智慧 也就是我们也真正能够有人力 能够看到苦的现象 而不愿意再去造苦 所以能够归三宝 能够知道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苦 而能够修学正法 脱离了这样的苦 才是真正的乐 那我们也愿意分享 我们的能力经验 能够让众生都知道 这样的真理 那这样子才是究竟的 所以归三宝 才能够是真正的 无上安全的归一跟保护 所以从法语里面 让我们有一个对照 就是世间究竟要解决痛苦的方法 还是要以最究竟的方法来修行 那这样子的一个事实 我们也不是平白的去获得 而是我们要付出的 我们要去修行的 那我们懂得这样的道理 我们最主要的 就是要来调整我们的观念 调整我们自己的心性 来落实 那这样子是一个公平的 修行的究竟之道 那也是众生都可以去实践的 所以佛说的法 是对一切众生所说的 也不是只有专属说 是佛教徒的 而是说我们愿意 依照佛所说的来修行 那我们有皈依三宝 那我们遵照佛的 这样的修行 去砥礼自己 那我们叫佛教徒 那实际上是一切众生 都应该依照佛所说的这个道理 去观察这个世间 然后能够去皈依佛 也能够愿意这样子修行 所以它是普遍的真理 不是抹的一个团体 或是抹一个部分 才行得通的 它是放之四海都皆准的真理 那我们从这两个法语 了解的这个道理 那所对照的这个故事 也是佛针对这个酷施的主人 那他来教导的这种 因才施教的这个内容 可是这个内容 当然对我们一切众生 我们一切的佛教徒 那都还是很好的教导 那这个故事的题目 就是叫做既得归一三宝 是一位在家众 那他的名字是既得 那他本来是一位外道 那他能够归一三宝的这个故事 那这位既得呢 他实际上呢 他在世间的地位 也很尊贵的 因为呢 他是摩托乔萨罗王的国师 称作摩托乔萨罗的这个国王 就是大的乔萨罗王 那主要的就是 以乔萨罗王呢 我们比较认识的就是波斯尼王 那这位摩托乔萨罗王呢 他就是波斯尼王的父亲 就等于是前任的这个国王 所以用大的乔萨罗王来称呼他 那这个故事的主角既得啊 他就是摩托乔萨罗王的国师啊 所以他是身份很尊贵的啦 是一个国王的国师 等于是一个军师啊 他可能在我们中国呢 就是叫做宰相吧 那这位既得呢 他就是在摩托乔萨罗王 逝世了去世了以后啊 那既得呢 他就好像也看破这个世间啊 所以他就放弃他的财产啊 因为以他的这个身份地位啊 他应该是很有钱啊 财产很多啊 可是他就是在摩托乔萨罗王去世了以后呢 他也舍离了他的财产 然后呢 离开他的家里啊 就成为一位苦行者 那当然在印度啊 就是以一个能够遵循婆罗门教的这个 这个信徒啊 他们也是会有依据说 一个人呢 他成长到最后的老年啊 他应该要回归到森林里面去修行啊 那既得呢 他就是能够呢 在他的这个晚年的时候呢 他就去修苦行 只是呢 他所修的是属于外道 我们称作外道呢 就是没办法从我们的内心来探究究竟的 这个解决这个苦的这种真实的方法 那都是向外求 向外去修炼 那这些呢 一律都称作外道 那他是一位这个外道的苦行者啊 那也有他的弟子啊 因为呢 在印度啊 他是佛陀的时候啊 虽然 大家是以这个婆罗门教为主要的主流啊 可是在佛陀的时候呢 就兴起了很多各自修行的这一些的沙门 那他们各有各的方法啊 那也各有各的弟子 因为印度本身啊 因为他的气候也很热啊 那人民也都生活很困苦啊 所以很多的人也都想依照这个 好像这一些修行的这种宗教啊 来得到一种解脱的这种感觉啊 可是他们也没有说 全部的人都有智慧说 能够判别说啊 是什么才是救星之道啊 他就觉得说 他也在修行啊 那我也可以跟他去修行 所以呢 每一个人他要去找他的老师呢 他可能他的一个目的不一样 他也许是喜欢他的外貌啊 也许喜欢他的这个苦行的方法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说 那我应该究竟要得到的是什么 所以这样的一个外道的苦行者啊 他乃至弟子也很多 那也许有的也会认为说 他以前是国师啊 地位很高啊 他都愿意去修行啊 真了不起啊 他还愿意去跟他 所以这些的这种目的种种啊 可能都有不同的考量啊 那这位这个苦行者 就是以前的国师啊 这位记得 那他就带领着他的弟子啊 就远离了这个乔杀罗国啊 他本来是那边的博师啊 那他扯弃了这些地位财产以后呢 他就带着他的弟子啊 就到了就是一个偏远的地方啊 那这个地方呢 是靠近其他三个国家 就是央杀就是央杰国 还有呢 摩羯陀国 还有居留这个国 那这三个国家啊 就是有一个边界交集的这个地点啊 那这记得呢 他就带着他的弟子到这个地方去住下来 那这个地方附近呢 就有一条啊 很有能力的很强的一条龙啊 那记得呢 他就经常跟他的弟子们啊 就教导啊 跟这三个国家呢 也有一些人啊 他慕名而来啊 就来这里呢 好像也要跟他学习啊 虽然还没有成为他的弟子啊 也许去参访啊 或者是去参观啊 那记得呢 就跟他们教导说 你们要礼敬森林啊 你们要礼敬这个山啊 还有公园啊 树木啊 就等于是这些自然的现象的 这一些的产物啊 都要尊敬 你们能够尊敬这一些的现象啊 那就可以解除生命中所有的苦痛 那我们看待 这个记得的这样的一个教导啊 应该是前面的一段 我们是可以接受了 也就是说啊 我们对于自然界都要能够礼敬 也就是尊敬啊 那我们现在的环保意识啊 更加要能够保护 山啊 森林啊 树木啊 公园啊 可是呢 我们不会说 这一些的自然的现象呢 它可以解除我们生命中所有的苦痛吧 可是记得呢 他当时呢 就教导他的弟子们说 你只要礼敬这一些自然物啊 那你的生命的这些苦痛呢 都可以解除 那这样子的一个目的是不正确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啊 就用佛法的观点啊 就可以评判 记得 他这样子的一个这种教导啊 他是不究竟的 不正确的 那当时呢 佛陀呢 他当然是 就是要教导这个记得啊 因为在这个故事的记载里面啊 也就是针对 记得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呢 佛陀呢 去感化教导他 所以有一天呢 佛陀就透过他的天眼 因为佛陀每一天呢 他清晨呢 他就要观察这个世间呢 看有什么人呢 他能够听闻佛法 能够得到正果的这个机缘 那佛呢 就会适时去教导他 所以当时呢 佛陀也就是观察到记得 还有他的弟子们啊 都有要正到欧罗汉国的这个机缘 这个机缘是成熟了 也就是说 这个记得啊 他虽然是外道 可是呢 他只要能够了解真理啊 那愿意接受 他还是可以成为佛教的修行者 成为佛陀的弟子 所以佛陀呢 就先派遣了大木剑连尊者啊 先去向记得跟他的弟子们说法 然后呢 佛陀呢 他随后呢 也会去说法 所以当时呢 大木剑连尊者啊 他就到了这个记得 他所住的这个地方啊 然后呢 他就先问他们说 那他可不可以先借宿一晚啊 先住一晚啊 那当时呢 记得跟他的弟子们啊 他们本来是拒绝 不想让他来 结果呢 他们后来就同意了 然后他们同意的这个方式呢 也就是带领大木剑连尊者啊 去他们附近的这个 很强悍的这个龙所住的地方啊 所以这样子的安排啊 他们应该也就是想说 让这个大木剑连尊者啊 被这个龙啊 就把他吃掉 所以他们对于大木剑连尊者啊 不是友善的 是有敌意的 有排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木剑连尊者啊 他就住在这个洞里啊 结果呢 这个龙啊 当然呢 是非常的凶悍啊 所以呢 他就想要 把这个大木剑连尊者呢 就把他吃掉啊 结果呢 大木剑连尊者啊 因为他是有神通的啊 所以他就跟这个龙呢 就大战一场啊 结果呢 就把这条龙就屈服了 所以这个龙呢 就卷起了他的身体啊 然后呢 只露出一个头啊 就遮在这个大木剑连尊者的 这个头上啊 就好像是 一把这个雨伞啊 一个大伞盖这样子 来保护大木剑连尊者 这个故事就好像是 释迦摩尼佛啊 他就是静坐的时候啊 就有那个大芒蛇啊 用他的这个头呢 就遮在 释迦摩尼佛的头上啊 来遮阴 那这条龙呢 是被大木剑连尊者 所降伏的 然后降伏了以后呢 他也向 这个佛当时的这位 这个大芒蛇的 这个做法啊 一样的就等于是 作为大木剑连尊者的一个保护者啊 那也是表示 他对大木剑连尊者的一个尊敬 那第二天一大早呢 这一些既得的弟子们啊 跟既得他自己本身啊 他们就想要来看看 哇 这个大木剑连尊者啊 在这个龙洞里面啊 过一晚啊 应该啊 是 就是 不是会有 好的下场啊 所以呢 他们就好像要来看一下 这个究竟啊 结果呢 这条龙呢 这么温顺的 用他的头啊 就保护着 大木剑连尊者的时候呢 他们就很惊讶 然后就认为呢 他木剑连尊者啊 真的是太了不起了 他们就对他很恭敬啊 就礼敬他 所以既得跟他的弟子们呢 他们应该呢 就是以外道的这种态度啊 就是能够臣服于 有能力 有神通 这样的人呢 就让他们会特别的尊敬 就佩服有能力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佛陀也来了 然后呢 一见到佛陀啊 大木剑连尊者啊 就赶快从座位起来 站起来向佛陀 鼎礼问讯啊 然后告诉 既得跟他的弟子们 这些大众啊 就说 这是我的老师 最尊贵的佛陀 我不过是伟大的佛陀的 一位弟子而已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木剑连尊者吧 他就是以一个弟子的身份呢 表示对佛陀的最大的恭敬啊 那既得跟他的弟子们啊 他当时呢 听到大木剑连尊者啊 对佛陀这样的恭敬 然后说他是他的弟子 那他们呢 就更加的讶异 就想到说 哦 那佛陀的力量啊 一定更了不起啊 那当时呢 佛陀呢 就只是告诉他们 就说 记得啊 人民受到危险的威胁的时候啊 会到山上森林 花园啊 公园啊 还有树木 去寻求辟付啊 但这些的地方呢 是没有办法保护人们的 只有医子 佛陀 法 跟生邪的人 才能够从世间的苦 解脱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呢 是佛陀啊 正式跟记得开示 就是真正能够离苦的 是要医子 归医三宝啊 所以佛陀所教导的 才是最究竟的 所以最大的能力 是在于 我们可以了解 真正的解脱苦的方法 而去实践的人 还是最有能力的人 所以当时佛陀像 既得 这样子的开示 因为 他跟他的弟子们啊 是已经 很佩服 大木建年尊者 那对大木建年尊者的 老师 他当然 也会 加以尊重啊 所以对佛陀的这样的说法 他会加以思维啊 他说 为什么 去山上啊 去树林啊 那这些 不是究竟的保护 而是要 能够归医佛 法 生 三宝才是 究竟的解脱之道呢 那 记得呢 他当时听了佛陀的这样的说法以后呢 他真的 如理思维啊 他去 去体会佛陀的 这种说法 的内容 哇 原来呢 是 真正要从法 去看待 世间的真相的时候啊 他才是能够 得到 离苦得乐啊 他这样子 如理思维的时候呢 他就 跟他的弟子们啊 就证得 欧罗汉果啊 也就等于是 他就进入了 法的 境界啊 而能够 解脱烦恼啊 所以他就 加入了生团为比丘啊 那 当时呢 他加入了生团 穿了这些出家衣服以后啊 那他的弟子们 还有从其他地方来的啊 结果呢 想要去看他的时候呢 看到他穿着出家的衣服啊 就觉得 很讶异啊 他们就觉得说 那到底 他跟佛 站在一起 是佛的力量大呢 还是 这个 既得的力量大 因为他们是 是 既得的 徒弟啊 他们就会觉得说 那是因为佛陀 去看既得啊 那应该是 佛陀 去 礼拜 既得啊 所以既得的能力 是比较强的 那谁知道呢 他们这么想的时候呢 既得就要 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啊 就 站起来 也跟他们弟子们介绍说 啊 世尊 你是我的导师啊 我不过是你的一位弟子而已啊 那这样子的一种表白呢 就是让他的这一些 不明就里的弟子们啊 才会知道说 哦 原来既得呢 现在已经是 归于佛陀的弟子了 那他们自己 听了既得的 这样子的表白以后啊 他们就明白说 哦 那还是佛陀 是 超凡 是 绝对的 尊贵的 所以 这样子的一个 比照呢 也就是说 了解了事物真相的 这样的 觉者 佛陀呢 他才是真正的 最崇高的导师啊 才能够教导 真正离苦得乐的方法 那不是说 去寻求这些世间啊 我们以为 是有了不起的能力的 这些现象 因为这些不是究竟 那我们就把 这个第十四品 佛陀品的 第六个法语 跟故事啊 对照起来 就在这个单元啊 最主要的就是 我们还是要以 佛 法身 三宝 是我们的究竟 学习的对象 才能够 离苦得乐 我们把学习的功德 也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蚊子 西法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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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